继续来看到台南市永康今天早上发生了车祸意外 有一辆要驾千万的宾利和一辆回转的白色轿车发生了擦撞 而宾利的右侧车头板金凹陷 初估呢 维收费是高达200万 另外嘉义也有轿车的驾驶疑似是操作不慎 撞进了加油站附属洗车场 让女员工一度卡在车底 黑色宾利缓缓开下路桥 没想到下一秒一旁白色轿车同时回转 当场发生碰撞 这一撞双方车壳瞬间破裂零件散落一地 一旁民众直击比当时车主还紧张 14号早上9点多 当时黑色宾利行经台南永大路桥 和白色回转轿车发生碰撞 没人受伤也没酒驾 反倒是宾利右侧车头板金凹陷 成为全场焦点 比较特殊的是 因为其中B车的车架不菲 引起当地民众的围观侧目 民众当然会多看几眼 因为这台宾利Flying Spur 价值大约1300万到1800万 如今发生车祸意外 宾利的维修费用真的很贵 那可能也有伤到里面 比较大部分的零件 大概都会落在150万至200万左右 疑似为规的白色轿车驾驶 罚单是小 赔偿费用才是真的大比 另外在嘉义也发生惊险车祸意外 白色轿车好断断在洗车场洗车 一部黑色轿车突然从后方撞来 一旁洗车员工也被波及撞倒 还一度卡在车底 警消道场火速运用救助器材 协助脱困 事发就在13号上午11点多 嘉义县大一路 昭示的黑色轿车驾驶 一次操作不慎 往交友站附属洗车场冲撞酿货 评估意识清除 肢体受伤疼痛 幸好伤者松医后没有大碍 开车上路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否则伤了荷包又伤人 记者嘉义台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